而庆祝母亲节8号上午 简安湘公所和慈祭医院 在南昌活动中心举办了系列活动 一楼是预防失智症的卫教讲座 二楼则是带领妈妈们手作DIY 县长游淑珍特别到场向长辈们致意 除了丁宁老大人们要注意身体健康 也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慈祭医院和慈祭基金会 常年在社区据点陪伴长者 关怀老人家的身心健康 母亲节前夕在简安湘公所的支持下 共同举办了庆祝活动 香港游淑珍以身为失智症病患家属的身份 提醒大家要重视失智症的议题 同时他也叮咛长辈们要注意健康 并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简安湘70岁以上的人口有8000多人 也是我们老人引把福利 必须要能够铺陈完善跟友善的 这样的一个乡城 谢谢我们慈祭基金会长期以来 跟我们益助专业跟这样的一个社区 志工协力的力量 让我们在整个老人照护 以及全乡18村都能够更为到位 更为专业 我相信在吉安的长者是幸福快乐的 在我们吉安也成为我们所有健康站 文件站以及长照西站 数量最多的一个乡城 我们吉安湘公所会持续努力精进 把我们社会福利 把我们老人安养 做到更尽善尽美 吉安湘公所和慈祭医院5月8号 在南昌社区活动中心举办了感恩母亲系列活动 一楼是预防失智症的卫教讲座 透过案例的影片播放来宣导 加强社区民众对失智症的认识 二楼则是首座体验课程 由志工带领妈妈们DIY各项有趣的玩具和糕点 妈妈们把气球吹得鼓鼓胀胀的 就像小朋友一样相当可爱 一连串寓教娱乐的课程安排 让社区长辈充实健康尝试 又让妈妈们欢喜过节 是一场相当有意义的社区活动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欢迎你 借旅会吉安湘报导